我们把垃圾投入到我们的设备当中以后 然后用水处理以后把垃圾的能源 液蛋清给它提炼出来以后 剩下的杂质 剩下的杂质可以变成燃料 肥料还有饰料 剩下的垃圾杂质还能变成能源 然后提炼出来的能量呢 它可以供我们什么样 能源发电 包括氢产业学就不用说了 用氢做成能量以后 可以做成很多的对人们使用的这些能量 这是我们整体这个设备的运作的原理 第八是我们国际安保系统 它的防伪 国际安保防伪在这里面包含了很多了 在这里面咱们提到的一个是 现在非常流行的超精密3D 微型技术和全息投影纳比技术 它这是为了我们的防伪而做出的 包括我们这个产品的信息流通 包括我们在做的 咱们这个流通的台湾是吧 是我们比如说四维码的技术 然后把产品的信息流通跟踪 这个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做得到 这就说明它可以一个是能起到防伪作用 第二能够跟踪产品的信息呀 企业信息产品到位的信息 使用情况的信息都可以得到 都可以得到 当然这个我们里边还有什么样的效果 护照 我们的护照 大家知道这个目前世界上所有的护照 都是国外的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呢 要有自己的安保系统的护照系统 这个护照体系啊 然后我们IT系统 包括e卡通系统 包括我们办公当中的什么 电子审批 文件审批 成员 这个管理系统 比如说我们不管多大的 会员管理系统都可以 都可以